第二天 Hello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又来测试技能啦 今天这支影片要测试的技能是 精灵守护者 也就是妖精的第一招经济 那这个技能要测什么呢 在这次改版 大家都知道 它会依照主人所学习的技能属性 去释放对应的debuff技能 如果你是双属性 那他就会同时释放双属性的debuff技能 好了那问题来了 有观众询问 如果我今天没有学那个技能 但我却是那个属性 精灵王还会不会帮我放那属性呢 我能不能偷吃不不学技能 而享受那个技能的debuff呢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这个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测试的妖精叫做安杰罗 他的技能属性是 风跟水 那他学了污水跟精准 学了金污之后 他就会释放对应的属性 首先我直接打这个夜响曲 开舵 好 精灵王直接对方释放了污水跟精准 没问题吧 好即使我没在攻击 他也会持续的施展 那我们现在先把他暂停一下 防御 那我们先确认一下他学了什么属性 他的技能学了 污水精准跟大地捕捉 所以他没有学火焰之剑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测一下 我把他转属 我转成地跟火 看他会不会施展火焰之剑 加大地捕捉 来我们立刻转属 地跟火 来转 好我现在是地火妖了 那我们现在直接 一样开舵夜响曲 我们来看一下的 debuff会出现什么呢 你们可以从画面的左边 出现这个debuff技能 来看一下 大地捕捉 only大地捕捉 没有火焰之剑 他理论上双属性 应该是会放两个技能 我现在是地跟火 他应该会放地跟火 但是只会放绑角 因为这个角色没有学火焰之剑 解套 答案就是你必须学技能 他才会放 然后这个版本的精灵王 还有第二个东西要测 就是他除了会施放debuff技能之外 他会给目标施放负面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第二个就是这个精灵buff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把画面切到夜响曲的视角 好的 我们现在画面切到了夜响曲的视角 来看一下这个debuff到底是什么功能 这时候我把这个状态拉开 这个 守护者的束缚 让目标无法移动 无法指定传送 3秒 这个就是这个版本精灵王的第二招技能 第一招就是释放debuff 第二招就是会出现一个守护者的束缚 这两个技能基本上都是无视抗魔 直接几率施展的 好的 那这个影片就是我们针对妖精的第一招经济 精灵守护者做的影片测试 这个技能可以让你的大精灵在攻击的时候释放指定的debuff技能哦 那释放的技能种类依照主人所学习的精灵处心而定 由火焰之箭 污浊之水 精准射击 以及大地捕捉 让会战的时候你的大精灵更具威胁性 我是精灵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